欢迎收看国际辩论社第38集的播出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近郊的番红花大厅 发生了恐怖攻击 造成的是重伤以及死亡 而伊斯兰国组织ISIS-3000 对番红花大厅发生的致命袭击负责 美国官员将这个事件 与呼罗山伊斯兰国ISIS-K联系起来 ISIS-K与俄罗斯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不惜犯下如此的恶行 我们稍后有详细的分析 那么就在这周 我们首先要来看到的是 美国的马里兰州的巴尔地摩 发生了货轮壮断了大桥的意外 导致桥梁顿裂成至少四节之后 瞬间的坍塌 而有多辆的汽车 以及当时正在桥上来维修的工人落水了 当局是持续展开了救援以及打捞的作业 而这起的意外也导致于巴尔地摩港口 唯一一个航道被切断 冲击的是整个地区还有供应率 专家也解除说许多过去新建的大桥 已经没有办法因应 现代巨大货轮通行的需求 呼吁官方要加速思考应对的措施 民众不敢置信整座桥突然在眼前崩塌 再看一次位在马里兰州最大城 巴尔地摩的重要桥梁 弗朗西斯石考特基一大桥 像骨牌一样断成数捷落水 罪魁祸首就是这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达利号 一次快撞上前才稍微转向 但已经来不及 发生撞击后 桥面在10秒内断裂至少4节 坠入水中激起大量水花 第一时间巴尔地摩市长透过社群平台 强调救援人员已经展开搜救 1977年通车的大桥 全长超过2.6公里 是当地交通要道 如今却被货轮撞上一系崩塌 尽管意外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半左右 也有多辆汽车坠河沉默 现场已经有多个潜水队待命 目前所有车道双向封闭 当局抢时间跟死神拔河 派能将伤亡降到最低 三里新闻杨俊宗报导 美国棺刺证 先加入我们的是 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 我们马上请教耀毅 这星期美国跟英国同时制裁 起诉中国骇客 能听我们说明一下这相关内容吗 3月25号星期一 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一家 中国的科技公司叫做 武汉小瑞智科技有限公司 说它是中国国安部的一个 皇子公司 此外也制裁了两名 跟该公司相关的个人 赵光宗以及倪高斌 财政部说他们两个人 是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 针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实施了多起的恶意网络行动 那么这次的行动 是由美国的司法部 还有联邦调查局 美国国务院 以及英国政府一起来合作的 那么英国政府也是在同一天 制裁了这家公司跟这两个人 那美国财政部表示呢 中国政府支持的恶意网络行为体 仍然是美国国家安全构成 最大最持久的威胁之一 而网络的安全业界呢 是将这些中国的实体 称之为APT31 那么这个APT呢 这个是一个英文缩写 原意是这样 进阶持续性的威胁 那美国财政部表示说呢 这个APT31是一群 为中国国家安全部下属的 湖北省国家安全厅工作的 中国情报人员所来组成的 那么是代表中国来开展网络攻击行动 还有网络间谍活动的 那么在2010年呢 这些人就成立了 武汉小瑞智科技有限公司 做幌子公司来进行网络攻击行动 那么他们的目标呢 是针对美国高级官员 还有他们的顾问 也包括了白宫 司法部 商务部 财政部 国务院 还有美国的国会议院等等 美国财政部就指出说呢 这个武汉小瑞智科技有限公司的活动 导致了美国还有外国的政界人士 外交政策的专家 学者记者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 还有其他人呢 都遭到监视 而在2018年呢 他们也攻击了一家 这个德州的能源公司 那财政部就表示说呢 这个赵光宗这个人呢 他在2020年 就针对美国的海军学院 还有美国海军战争学院 中国海事研究所呢 进行了网络钓鱼的活动 并且呢 还针对香港立法会的成员 以及民主活动人士 实施了多次的网络钓鱼行动 而尼高宾呢 则是来协助赵光宗 进行这些行动的 那么同时呢 美国司法部也起诉了 7名的中国骇客 指控他们是参与 钻对政治异议人士 美国政治人物 还有企业进行网络攻击 那么除了刚才已经提到 两个受到制裁的赵光宗 还有尼高宾之外呢 另外被起诉了 还包括有 翁明 陈锋 彭耀文 孙小辉 还有熊旺 那么据信呢 他们都还是居住在中国的境内 那么对中国来讲呢 中国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 林剑则是批评说呢 这是一项抹黑 然后认为说 这个中国是非常关注 网络安全的 陈锡 而根据日媒的报导 美国打算强化驻日 美军司令部的功能 美国方面是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是的 陈锡 不过呢 目前来讲 这个新消息都是只有爆派而已 都还没有经过 这个美国政府或是日本政府方面的证实 那么首先这个是由这个日本的独卖新闻来率先披露的 他在3月25号报导说呢 这个日本将会在2020年度的末期呢 来设立统合陆海空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 那美国政府也考虑要来加强驻日美军的司令部的功能 以提升美日之间互相的运用性 希望在保留印太司令部的指挥权同时呢 也要来加强印太司令部辖下的驻日美军总部的权利 那么独卖新闻说呢 之所以想要做出这样的变动 就是呢 一旦如果台湾有事的话 有派驻在这个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来做出回应 怕会有时差无法及时做出反应 所以希望呢 能够在日本方面的驻日美军能够有更大的权利来做应应 那独卖新闻是说呢 也有人提出了在日本来建立常驻联合小组的计划 以确保自卫队跟驻日美军之间更密切的协调 那我们知道是在韩国也有这个美军驻军 那驻韩的这个美军跟韩国自己的军队的指挥 还有控制呢 是统一的 但日本的自卫队呢 跟驻日美军是计划来采取使用这个独立的指挥结构的 那么根据这个金融时报的报导说呢 如果真的要做更紧密的这样结合的话 可能会需要派驻一名四星级的美军上将来长期派驻在日本 但同时呢 也有官员认为说不需要 他说美军的将军呢 只需要在演习或者是培训 或者是有在这个情报共享的时候呢 才需要在日本这样子 那么独卖新闻表示说呢 这个新的军事合作方案呢 有可能就会在4月10号 也是日本的首相安田文雄来到白宫做正式访问 并且享受国宴之后呢 跟拜登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 会来做披露跟宣布 不过呢 刚才我也提到 这些其实都是媒体的报导 美国政府以及日本政府都没有证实 那我们同时也看到呢 美国国会已经有不同的意见了 那包括像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参议员 叫做Jack Reed 他就说呢 目前美日的这个军事合作的架构 就已经可以做出充足的因应了 莫斯科音乐厅上周遭到了恐怖攻击 造成了超过500人的死伤 虽然说第一时间俄罗斯总统普丁 暗指攻击跟乌克兰有关 但随着ISIS分支组织出面宣称犯案 目前矛头都指向了ISIS-K才是尊敬的幕后黑手 到底ISIS-K是什么样的组织 他们又被叫做伊斯兰国呼罗山 首度比原本的ISIS更暴力 作风更极端 甚至会攻击其他的伊斯兰组织 除了阿富汗之外 他们主要活动地点在中亚 目标呢 是建立一个跨越国界的伊斯兰宗教国家 哈里发国 ISIS-K到处的发动攻击 连美俄两大强权都十分头痛 大批警力封锁现场 3月22号 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郊外音乐厅 遭到武装分子持枪攻击 枪声和尖叫声此起彼落 武装分子冲进室内扫射 约6000名的群众联盟躲藏逃命 现场互动混乱 凶手作案完毕之后 还朝建筑物投掷汽油弹纵火 音乐厅宛如是人间炼狱 不止屋顶烧毁塌陷 室内更是变成一片废墟 究竟是什么人可以做出这样杀人不眨眼的恐怖行为 不止ISIS-K公开承认 原本警咬乌克兰的俄罗斯总统普丁 也该口表示凶手是伊斯兰成员 警方启动调查 现场找到丢弃枪支 弹匣还有大量的弹壳 更在路上拦截武装分子 并将他们逮捕归案 长期执行反恐任务的美国 强调早在半个月之前 驻俄大使馆就警告有恐攻威胁 这个滥杀无辜 让美俄强权都提心吊胆的 ISIS-K到底是谁 成立于2015年 伊斯兰国胡罗山 ISIS-K 其中的K字代表胡罗山 是一个古代的地理名词 原意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现在涵盖伊朗东部 阿富汗 塔吉克 土库曼 还有乌兹别克 评论人们说 ISIS-K 是由于西亚和其他人员 从2018年 已经失去土地和人力 但仍然在南非阿富汗 还有加坡组织织织织 在整体的预计 他们认为 在阿富汗里有1500和2200战争 ISIS-K承袭伊斯兰国理念 企图建立一个纯粹信仰伊斯兰 跨国界的宗教国家 哈里发国 2018年 成为全世界危险程度 第四名的恐怖组织 他们的作风激进 甚至和其他极端组织爆发冲突 这些是前代的塔利班 被捕在伊斯兰的棺材 为了把他们的最坏人员 塔利班在攻击他们 实际上是比较地区别的 一样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教义 也允许以宗教之名使用暴力 不过塔利班只在阿富汗境内统治 但盖达组织和伊斯兰国 却想往全球扩张 拒绝和世俗政权的国家谈判 而且伊斯兰国更加暴力 不惜攻击其他教派 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执行恐怖统治 公开人质处刑影片 招募童子捐和破坏历史古迹 利用网路吸收外国公民 培养更多激进武装分子 还呼吁人在欧美的孤狼 发动恐怖攻击 即便伊斯兰国被美国带头的西方国家围剿 可是恐怖主义的野火烧不尽 新的ISIS-K正逐渐取而代之 伊斯兰国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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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杀了13亿美国的专业 专业专业 专专业 2021年美国撤军 兵荒马乱之际 阿富汗首都克布尔的机场 遭到伊斯兰国的专业 自杀炸弹攻击 他们手段凶残 连医院和学校都不放过 伊斯兰国的专业 伊斯兰国的专专业 伊斯兰国的专业 专业专业专业专专业 在6个月之后 专业专业专业专专业 ISIS-K行动范围遍及全球 不只在非洲和中亚等地流窜 攻击当地村庄和教堂 伊斯兰国也来到东南亚 向菲律宾发动攻击 我们知道 伊斯兰国供给叙利亚总统 阿塞德不够对方获得普丁的支持 俄国不只提供军援 还派兵作战 更早追溯到车臣战争 还有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 激进伊斯兰分子和俄国 结下深仇大恨 伊斯兰国的专业专业专专业专业专专业 谘行逼供 伊斯兰克见状又高调放话 洋言发动更多攻击 橙掉一根所调的核武朕 就是。 进行凶上一種 显示准备 你将联系到绝迹 因为整个媒介却持有票 能顿能okus Salt 拖延的俄乌戰爭 軒弱了莫斯科的內部防禦機制 遭受20年來最大恐攻 國際社會一致譴責 ISIS-K令人髮指的恐怖攻擊 因為西方各國也可能就是下一個目標 所以他們似乎是從一部區域 去做更加供應的投資 即是在馬斯科或在英國 所以這群組一直以為有意志 對阿富汗和阿克森 極端組織的暴行害無辜民眾喪失生命 如今恐怖分子又捲土重來 世界局勢也更加紛亂 各國情報和維安單位勢必要嚴正以待 ISIS-K在阿富汗和掌權的塔利班 也是對立的關係 而塔利班從2021年控制阿富汗之後 試圖合理化控制正當性 但是在外交上則一直是國際孤兒 相較於西方國家的謹慎態度 中國不僅跟阿富汗互換了大使 並公開的在聯合國聲援塔利班政權 而身處橄欖枝的背後 除了看上的是阿富汗天然資源 圍處中亞與西南亞的戰略地位 也是關鍵因素 而中國不僅拉攏阿富汗 另一方面更是與伊朗友好 喊話要跟全球南方國家 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盟 恐怕才是背後的目的 中方願幫助中亞國家開展網絡安全合作 繼續發揮阿富汗鄰國協調機制作用 共同推動阿富汗和平重建 在中亞高峰會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最後特別點名塔利班治理的阿富汗 也象徵中國最高領導人 公開力挺這個敘利派 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組織 如果不顧當事國的想法 強行推動任兵特使 可能導致特使根本無法開展工作 還可能加劇國際社會 與阿富汗當局之間的矛盾和對立 同一年又派出副代表耿爽 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替塔利班發聲 黨下特使進阿富汗進行人道觀察 是因為塔利班上任兩年來打壓女性 部分成員也因支持恐怖主義 遭到聯合國制裁 美國 俄羅斯 加拿大等大國 都很害怕阿富汗成為恐怖溫床 塔利班在外交上成了國際骨兒 塔利班說他欣賞國際認識 他欣賞國際支援 只有一道路 就是在議會上 決定的關係 好不容易結束20年阿富汗戰爭 美國施壓塔利班 用正常政治管道談判 唯有中國政府不斷替塔利班來讚瞎 就算中阿雙方無法正式承認 但互派大使已經創全球首例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以及時任外交部長秦剛 在會見巴基斯坦高官時 也見過塔利班高官 我認為中國是一個大陸的國家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義的決定 阿富汗戰爭 他們有特別的決定 阿富汗戰爭 他們也會給予阿富汗戰爭 我們希望他們也會給予阿富汗戰爭 派了自家記者到現場 我現在是在阿富汗戰爭 我背後就是 一個中國資產的燃燒工業 土黃色大地光凸凸的樹幹 在阿富汗的東部村落 難得地清澈吸水 因中國資助的設施 讓民眾用水又著落 我現在是在阿富汗戰爭 我都會給予阿富汗戰爭 我都會給予阿富汗戰爭 還有一排排的白色米袋 简體字寫著中國原住大米 送給超過三百個阿富汗 法拉省家庭 每戶兩袋五十公斤免費的米 通通來自中國 我們是在阿富汗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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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中國的人道救援 背後還是有些盤算 當然他們可以獲得 經濟支援和金融支援 如果阿富汗戰爭 合作與中國建議 因為阿富汗有的秘密武器 就是擁有大量的銅 藍 稀土等稀有資源 來到阿富汗東部的落家而省 軍隊手持槍械戒備 氣氛相當緊張 仔細看明明是阿富汗國土 廠房旁出現中國國旗在空中飛揚 中國重視阿富汗不只是鄰居這麼簡單 這個內陸大國地處中亞與南亞要塞 其中南部的艾納克地區 雖然土地相當貧瘠 卻是世界第二大銅礦區 預估價值超過上兆台幣 讓中國的中野集團 搶在2022年簽下長達30年的租約 只為了拿下這裡的開採權 而對塔利班而言 除了金錢 軍事裝備也好重要 在參觀杜哈國防展上 中方展示的槍械軍武後 身穿軍裝的阿富汗高官 相當認真有興趣 中國不只會公開相挺 又懂賣武器 牽手塔利班的同時 另一頭還派出軍艦 跟俄羅斯伊朗兩國在阿曼灣 進行圍棋五天的聯合海上軍演 中國在中東勢力逐漸擴大 2023年初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才與伊朗總統開心握手會面 鞏固雙方利益之餘 又在記者會上再度談起全球南方 也就是1980年代 德國總理劃分的 除了澳洲 紐西蘭外 北方開發國家與南方開發中國家 換言之 中南美洲與非洲 都在全球南方的範疇中 我們過去 現在 將來 我們都是全球南方的堅定議員 我們始終同所有南方國家 同呼吸共命運 始終是推動全球南方 發展振興的中堅力量 把中國納入全球南方 更在公開場合強調 絕不一言不合就祭出政法 會以對話代替實質制裁 面對矛盾和爭端 不能動輒使用武力 更不能迷信施壓制裁 還是要以最大的耐心 來推動對話協商 各個人心中有一桿車 有了公信力 才有影響 公開海話暗示不會跟 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一樣 把制裁當手段 中國除了祭出銀彈與軍事支援外 對外溫馨海話 向佈局全球找同盟 成為全球霸主的野心 恐怕也是盡在目點中 中國南京新能源車展 中國汽車大廠吉利 旗下的電動車品牌的車款 有一輛是吉克X突然暴衝進了人群 而工作人員還有小孩一共五個人受傷 官方事後回應 車子未開啟展車模式 導致民眾在用戶體驗時啟動尿貨 卻被發現這並非第一次了 中國網紅說既然這個車展 都有嚴重的管理問題 到底誰敢買 媽媽孩子毫哭奔逃 一臉驚嚇 中國南京新能源車展 參展車輛毫無預警 突然暴衝 家屬憤怒追打 事故展車質問為何撞人 釀貨的是中國汽車龍頭吉利 旗下高檔電動車品牌款 吉克X 只見開車的民眾一臉驚嚇 原本是要體驗新車 車子卻無故啟動 衝向人群 往比亞迪展驅猛撞 去駕駛了 就是踩刷車去掛檔把這個車開出去了 從當時來講 這個速度應該是絕對不低的 現場民眾宛如保齡球被撞散 工作人員恨孩童 倒地不起 五人受傷 好在沒有生命危險 吉克事後回應 是參展車輛 管理事務釀貨 過這樣的輕描淡血 恐難浮重 因為類似意外 並非手力 操作那個車輛 然後就造成那個車輛 就使出了展廳 去年六月同樣車款展出時 甚至被孩童開出展廳 衝撞商場手幅梯 極客主打中國良心車企 深受年輕人喜愛的極客X 售價新台幣89萬多 百公里加速約3.7秒 號稱最新電池技術 充電15分鐘續航突破500公里 網絕吐槽實用性不如宣傳 有了 那就是要很用力的 三地新聞也新一報導 解密您所不知道的美國 今天我們要來解密的是 新維吉尼亞州 West Virginia 孤獨星球評選了二零二二年 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旅遊目的地 那麼West Virginia是全球第二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 West Virginia的代表李忠祐 帶我們一起來解密West Virginia 歡迎李代表 Jasmine 你好 我是Ricky 好 在此我們要先請Ricky 帶我們來瞭解特色之前 有一個小小的測驗 你準備好了嗎 可以 OK 預備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所以 OK 恭喜你通過車驗了 因為這是官方的這個周歌 所以如果不會唱的話 我就確定我今天請 我就汗顏 但是我今天絕對請對了 好 在這陣子之前呢 其實這首歌的第一句話就是 Almost Heaven 對 我們第一個 我們這首歌的歌詞第一句話 是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其實這句話也是我們現在旅遊 旅行社 旅遊業者 還有我們的旅遊觀光局 在推廣的一個slogan 在很多景點都會看到這個sign 上面寫Almost Heaven It's a great slogan 對 所以當時的這個歌手 我們去查一下他的Wikipedia 其實他是在New Mexico出生 California長大 他跟West Virginia 好像沒有太多的淵源 據我所了解 因為畢竟這首歌 可能是六十年前的事情 那據我所了解也是 他好像當時就是為了做一首好聽 然後讓讓上口的歌 然後做這首歌 所以我也知道 裡面有一些提到一些地名 就是可能只是跟West Virginia 有點關係 但是不是真正在West Virginia裡面 OK 比如說一開始唱到的 像是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 這些的相關 然後但是如果說到River的話 首先我要再講說 它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成功的 這個廣告歌啦 因為到現在大家其實講到 Country Road 一邊在開這個 比如說Road Driving的時候 就會想到這一首歌 對 就是自己我自己沒事 因為其實從小到大 總是會聽到這首歌 那我當我第一個想到 West Virginia的時候 我也是想到 這首Country Road這首歌 所以當時想要做這個代表的話 是因為聽到這 因為從小像我這個Country Road 對 就覺得從小聽到大 那到底那邊是什麼樣的地方 對 就很好奇 所以就想說 來 我後來這個位置 試試看這樣 那你實際去到那裡 有跟你想像中的差不多嗎 其實我覺得 其實它的那個地理環境 跟台灣非常雷同 那也跟這首歌形容得非常的 就是這首歌其實真的 為什麼它會讓人可以幸福 就算它真的不是 完全在寫這個地名 但是它形容的這些 山巒的景色啊 河水啊 的確就很 很觸動人心 對 然後就很自然 很舒服的一個環境 那它的高山 它有80%的地理環境 是個高山 因為我們有一個 阿帕拉契山脈 就通過我們西維州 那我們有高山 有河流 所以我們的 其實美景 其實跟台灣 比如說太魯閣 這樣是蠻雷同的 對 沒錯 那說到雷同的話 其實我們也知道 Westridge還有 真是87的土地是閃 那之前其實 我們的這個副州長呢 他來的時候 就很讚嘆說 哇 台灣的隧道工程好棒棒 那他們有沒有想要 就是也把這個帶回去 Westridge 可行性高嗎 的確 就是上一次 我們的副州長 來台灣的時候 他大概花了三天的行程 在台灣 我們外交部也帶著他 去看一些什麼太魯閣 或者是經過一些雪碎 那 因為Westridge 它也是一個非常多山的一個地方 他就覺得 哇 這是我 他這一輩子 經歷過最多隧道的時間 那也覺得很 amazing 就是台灣的隧道工程 看起來這麼的很乾淨 整潔又安全 他又覺得他很適合 把這樣子的隧道工程的一個技術 移植到Westridge 裡面來造福一下 Westridge 的一些人民 對 其實在美國好像有一個 我記得以前在美國說 好像說經過隧道的時候 都要憋氣 然後把總統的名字念一遍 我記得有這個小故事 我不確定有沒有 但當時該不會副州長 經過每個隧道都要做一次 這樣也滿辛苦的 如果他要經過 如果他要經過台灣雪碎的話 那應該是 我要念好幾次 憋到已經快 OK 那其實我們也知道說 在這個Westridge 不僅僅是像是山脈啊 這些很有名 還有包含他的這個 Hot Spring 有一個叫做 Berkeley Spring的地方 對 聽說那邊的水流很厲害 其實 當時喔 就是George Washington的時候 他經過我們那邊 有一個 做桑拿的一個 溫泉的區域 那 他進去以後 然後嘗試過泡澡以後 覺得太 amazing 覺得這邊 怎麼這麼舒服 因為那個 泉水 他有治療皮膚的一些功效 所以他去了以後 就發現怎麼這麼神奇 他就覺得太棒了 他還命名那個 那個城鎮 叫做 貝斯鎮 英文就是 Town of Bath 就是 Bath就是美國 英語洗澡的意思嘛 對所以 他就 喜歡到要整個改一個名字 那後來也是因為 George Washington 他的大力的 他會推廣 常常 每到West Virginia 他一定會去拜訪這個地方 所以他就 因為有這麼好的代言人 所以 全美的很多民眾 也都喜歡去 去 嘗試看看這個 我們那個 Berkeley Spring 就是那個 Berkeley Spring 因為我們 我們知道說 他當時就是 在最早歐洲子民的時候 原住民的 大家是覺得說 也是一個非常神聖的 一個寶地 那到後來 你說George Washington 他去發現 哇 他的 amazing 他的治療效果 到後來其實在冬天的時候 都有連續 好像三個月的 這個 celebration 對他們有一個 辦一個那種 溫泉的比賽 然後去比說 各個地方的溫泉 哪裡比較舒服 哪裡就是 但是我們 Berkeley Spring 總是拿第一吧 這是為什麼 應該說 他喜歡 他就一直辦在那裡 從那裡開始舉辦的 所以他有點像是一個 溫泉桑拿發源地 一樣這樣的角色 但是最早以前 其實就是 從印第安 印第安的時候 印第安人 當地的一些原住民 他們就已經發現這個地方 把這個地方 當成一個神聖的地方 只是到 George Washington 再去發揚廣大 I see 然後說到 剛剛有講到山脈 有講到像是這個 Hot Spring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 West Virginia 它有這個 世界最大的 全可動無線電網遠鏡 對 名字很長 很長 所以要看著講 它就叫做這個 Green Bank Telescope 這很酷耶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小時候看望遠鏡 我們用的是 可見光源的望遠鏡 所以我如果 我們要看星星 總是想要到一些 看流星 到一些無光害的地方 那我們這一個望遠鏡 它其實就是 我們West Virginia 很早期就投入了 太空的這個 觀察的這件事情 我們的 Aerospace Industry Space Industry 在這個時候就特別的 Focus 所以我們就建造一個 無線電波的 觀測無線電波的望遠鏡 它看 主要是看 太空外面有沒有一些 外星人啊 或一些奇怪的無線電波 它主要是做這個觀測 而且還是全美第一個 全美第一個 而且是可移動的 對 那這時候 所以周遭這個小鎮 必須不能有 其他的無線電波訊號 也不能用WiFi 不能WiFi 不能手機 那怎麼辦 大家不是照苦連天說 不能用WiFi 所以那個地方就是 這樣才特別 就很寂靜 很寂靜 對 它不會有其他的 一些電子訊號的干擾 對 所以 有些天文學家 或者是天文愛好者 他也會很喜歡去朝聖 這個地方 等於那邊 就變成了一個 天文愛好者的聚落 對 那等於是很多小朋友 如果下次要去觀察天文 觀察外星生物 這種校外教學 大家可能就很嚮往 去West Virginia 這個地方 這個地標了 對 它其實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 從 大概五六十年前以上 甚至上百年的一個時間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 天文旺語境 而且是無限電波的 那這麼特別 其實身為天文愛好者 就一定會 想要看ET嗎 我也不知道他 是不是曾經看過外星人 但是 你是天文愛好者嗎 我自己不是 我也喜歡看 但是至於 我研究到外星人這個事情 我就沒有太 involved 怎麼神 對 maybe next time 你去的時候 就可以一邊去那個 Berkeley Spring 然後一邊去看 觀察外星生物 對 其實我覺得 Berkeley Spring 我覺得西維州 它有很多的天然資源 然後很多的戶外活動 那平時 就是戶外活動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 有個橋 有個橋 它是一個長達 因為我們很多山 山跟山之間 比較方便的 就是用橋來連接 是 其中有一個橋 它的高度大概是 250米的高度 大約是半個101的高度 那 一年會有一次 讓極限運動愛好者 可以從橋上往下跳 去體驗那種 低空的parachute 那個降落傘的那種 極限運動 對 那所以 極限運動愛好者也 早上 安全嗎 我看了那個影片 那 我這一次去 我十月份去的 我沒有參與 可惜我沒有看到 但是 聽說是 我看到影片是 很多人都很safe的降落 對 那早上可能他們就去 跳那個橋 也許晚上可以去 泡個澡 然後去放鬆一下 聽起來很不錯的行程 但是這個要看時間 就不是說 你隨時去這個橋 你就可以去做這個 跳傘的活動 其實一年有特定的時間才開放 對 一年就是每年的十月的第三個禮拜六 他們會封橋 然後才做這個運動 十月的第三個禮拜六 很確切 很確切的時間 那只有那一天可以 就只有那一天 就只有那一天 因為其實在這個活動 封橋這個政府允許之前 是沒有受管控 所以跳橋的那些極限運動愛好者 他們沒事就去跳 那政府就覺得這樣太危險了 不行 還是要管制一下 所以就安排了 十月的第三週的禮拜六 十月第三週禮拜六 這個極限愛好者的大家 你可以記起來這個 比較特別的日期 那再來還要說到 其實像是West Virginia 大家的image 就是你想的 就是country road 就是一個很純樸的地方 那其實說到煤礦呢 也是這個特區 那它其實現在有做很多的轉型 對不對 對其實一般來說 大家會認識West Virginia 都是因為煤礦 然後我們是全美的第二大 煤礦產的一個週 一直以來都是產煤 那所以我們產煤的話 就是能源會相對比較便宜 但是因為在煤礦 應該說煤這件事情 燃煤這個事情 大家環保意識越來越抬頭 大家會覺得 我們應該要調整一下 所以我們調整了我們的 產煤的一個量 慢慢把我們的能源來源 focus轉到一些新能源 綠能 氫氣這些方面 對 你剛剛提到青能源 其實就是美國也就是才剛剛宣布 所有七大的青能源的這個 政府聯邦的補助 West Virginia就是其中之一 你們青能源現在做 是怎麼做到 就是這麼的 well known 好 其實現在在過往 大家對於青能源 可能只有在日本 會覺得好像比較 比較 focus 後來因在上個月吧 那美國拜登他就簽署了一個 輕能源的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補助款 那West Virginia大概 約拿到了十億美金的 這樣子的一個補助款 那我們是預計可能未來還有 大概六十億的美金 會再溢注進來 那其實目的就是 West Virginia的政府 還有美國政府 他們一直以來 因為West Virginia 它就是一個能源州 那所以慢慢可以轉型 要到綠能上面 那所以下一個 下一個世代的能源 其實 我覺得太陽能跟輕能 應該會是我們比較 focus 的一個比較有可能成功的 一個產業的能源來源 那我們說到客製化服務 其實在台灣方面 也有一些 剛剛講的航太也其實有 軍武一些的合作對不對 對其實世界上 有幾個很大的軍武的公司 在我們West Virginia也落腳 像是洛克希德馬丁 他們是在我們那邊 有一個工廠主要是生產 CE50 就是很像可以投 很大型的飛機 然後是可以投那個 漢馬車 直接從空降漢馬車的那種 大型飛機 那另外一家 叫做 Northrop Grumman 他們是全美 好像全球 全球的很大的一個 軍武生產公司 然後甚至是最大的 雷達生產公司 對他也是在West Virginia 他們當然都在很多州有 但是West Virginia 也有一個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些 大型的這個軍武廠 有在West Virginia設廠 我相信台灣 因為台灣現在包含像是 無人機 還有一些偵測系統 可能也會有一些管理 對台灣其實有很多廠 其實做馬達的 做引擎的都很強 事實上也跟 West Virginia 有很多國際的型的 這種航太公司 都已經在合作中了 對只是 這些公司 台灣的這些公司 它到底有沒有踏出來 然後進一步去發展 其實我覺得 台灣公司可以再勇敢一點 然後往前走一點這樣子 再勇敢一點 然後來找Ricky 他會協助你 因為剛剛已經講到 West Virginia都客製化 很感興 好那我們再來說到 其實巴菲特 最近也看上了 West Virginia 對巴菲特 巴菲特它大概 在今年的時候 也投資了 巴菲特下面有兩間公司 有一家公司 叫波克夏 波克夏呢 它旗下有兩間公司 一間是專門做 航太產業的 太金屬的加工 它也是要做飛機的 做航太相關的產品 那這些航太金屬的加工 會需要能源能量 他就打算另外一間公司 就是來做太陽能板 然後來生產這個能源 去做這個 太金屬的加工所使用 對所以因為我們預估 我們自己在看 目前West Virginia的 太陽能的產值 產量一年大概是 10MW 對但是現在我們在預估未來 大概會有6000MW的需求 對所以太陽能的產業 其實在美國 在West Virginia 其實是非常的 需求量非常高 所以目前我們也很 很歡迎有關太陽 因為我知道台灣 在太陽能產業 各種的部件 都有一些技術上的能力 只是說有沒有想要去美國 然後去加入這場分益盃 跟這個想法這樣子 對所以我們也很歡迎 跟太陽能的廠商 來跟我們聯繫 今天Ricky帶我們 從這個country road 然後一路的 遭到了外太空 所以這個West Virginia 真的是有各式各樣 值得你去探索的 今天我們謝謝Ricky 讓我們的觀點好談 謝謝Jasmine 法國巴黎地標聖母院 2019年4月發生了大火 當初被燒毀的屋頂 還有倒塌的尖塔 都陸續的復原 經過了5年的維修 快然一新 工程進入最後階段 預計在2024年底 就會重新開放 作為享譽國際的 世界遺產之一 聖母院每一年的觀光客 比艾菲爾鐵塔都還要多 現在這個法國的文化象徵 即將浴火重生 許多人相當興奮 法國的知名地標 巴黎聖母院 歷經5年修繕 在上百名專家曹刀之下 終於要讓百年古蹟 浴火重生 從2019年火營 被看到砧騰 進入桌子 他們把創作師 和鐵盤燒剪輯 和盛工師 從巨大的工程 從巨大的工程 最後 在一周 幾年工作 新的砧騰 流行鋼 製造成一條紙 和裝備 金色鋼 2023年12月 高爐公雞 重返96公尺的高空 金雞樹立在 金棘罐和十字架之上 尖塔的象徵性元素正式歸位 2024年2月 重達600噸用來施工和保護的鷹架 開始陸續拆除 表示工程進度來到最後階段 這些儀式和監製 這些儀式是很優秀的 這些儀式的儀式 這些儀式的藝術 這些儀式的儀式 這些儀式的儀式 因為它有少許多人 有少許多伴侶 有幾年和幾年的經驗 團隊重建 19世紀尖塔建築師 維奧萊勒杜杜克的設計 而且要用相同的建築工法 包含項目結構和牽制裝飾 於是召集全國的工匠 為了修復聖母院 貢獻一臂之力 我們現在的儀式的儀式 我們現在看到這樓梯 都是同樣的儀式 我們有同樣的材料 我們有同樣的工具 同樣的工具 同樣的工具 我們有同樣的工具 隨著教堂 終殿 唱詩般席位 還有屋頂的結構完成 工匠也緊鑼密鼓 整修內部裝飾 幸好藝術品沒有遇上 柱絨之災 最後還要清理聖母院 4萬2000平方公尺的室內區域 預計2024年12月 重新對外開放 2019年4月15號 巴黎聖母院慘遭火蛇吞噬 屋頂的火勢特別嚴重 尖塔倒塌的畫面 驚心動魄 更是全法國人的悲傷記憶 我們在想的壞壞壞壞 壞壞壞壞壞壞壞 我們看過前面 大家可以聽到 群人們在恐慌 發國為了重建聖母院 在國內外募得8.48億美元捐款 但是工程剛開始一波三折 有冬季強風 又被新冠疫情攪局 多次被迫暫停施工 負責監工的喬治蘭上將 2023年還意外過世 如今完成九成 只差一步 就能讓聖母院再現風華 火後很多人說 你會需要20年 再建立這個教堂 總統馬克羅說 他跟總統傑爾拉說 我們會做到5年 2024年 我們正在做 我們會做得完美 聖母院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這座建於12世紀的 哥德式大教堂 每年大約迎接 1200萬名遊客 比愛菲爾鐵塔還多 是巴黎重要的觀光景點 也是法國人的精神象徵 不是只能讓他回到 我們會受傷 很高興看到他回到 他帶著希望 他們都值得 那些人 1163年開始建造 1260年完工的聖母院 本名諾特丹 我們的女士 指的就是聖母瑪利亞 19世紀舉辦拿破崙的加冥儀式 後來也是總統的葬禮地點 雨果的小說 鐘樓怪人故事的場景就在這裡 如今百年古蹟大翻修 因為巴黎就要迎接 2024年7月登場的夏季奧運 不只要在賽納河上辦開幕式 更要當作鐵人三項游泳比賽場地 儘管水污染嚴重的臭名昭彰 巴黎市長親自保證 砸下14億歐元金費製水 花費三年半的時間 要讓1923年起 禁止游泳的賽納河改頭換面 而且場地沒有備案 游泳比賽勢在必行 你不會知道什麼水 你會來試試試試試試看 但我聽過很多不太好事 我非常驚訝 他們都說水質很好 所以我們要信任 攝影師 巴黎新建地下製紅和污水處理池 不過2023年8月的大雨 又導致水質採樣不合格 部分運動員擔心有健康疑慮 此外巴黎還要處理治安問題 為了保障奧運安全 巴黎當局將使用自動化影像分析 允許即時人群監控系統 以演算法檢測可疑事件 前所未有的大型AI實驗 觸動侵犯隱私權的社會爭議 這是一個機器 使用電視機器的視頻 使用電視機器 使用電視機器的視頻 這是很大費用的 使用電視機器 軍警在大街上加強巡邏 政府研判恐攻威脅 避免巴黎奧運成為目標 於是總統馬克宏宣布 把恐攻警戒提升至最高級別 就怕有個萬一必要時 將派遣武裝部隊進駐公共場所 保障民眾的生命安全 感謝您加入今天的國際病毒社 我是劉晨馨 我們下集再會 sais來吧 эн� 你看 你 在 你 可以 晴 Begin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